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是刘大善人刘老师 关于夫妻不和与怪病的因果关系 刘老师1939年生 20岁时身患绝症 有幸聆听王老师弟子的道德理念宣讲 运用道德理念的方法战胜了绝症 深刻领悟王老师道德理念的精髓 现身讲道40余年 帮助众多百姓解除病苦 治愈了无数的患者 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广西中医学院等高校 以及广州、深圳、哈尔滨、杭州等现场演讲 不收分文、效果良好、颇获好评 领得佛家高僧大德的高度赞誉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老师的 关于夫妻不和睦会产生怪病从生的警示 夫妻不和导致肾系统病 近年有很多调查表明 有90%多的离婚夫妇 离婚的原因是性生活不协调 或男方阳尾、早屑、前列腺炎 或女方性冷淡等等 于是人们下结论说 性生活的质量决定夫妻生活的好坏 其实,这地调查往往停留在现象的表面 性生活的质量和夫妻关系的好坏 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 这就需要我们用阴阳五行之理 和中医学的知识来判断了 在五轮中 夫妻这一轮是属水的 水势旧下、能润能生 鱼是万物常养 夫妇之道全在这里 我们姑且不说 婚前人们择偶是如何要求 如何谈条件 单就婚后而言 两人成了夫妻了 就要行夫妻道 夫妻道应如水 水往下行 夫妻双方都要能低院下 甘居对方之下 我不看对方的缺点 看对方的优点 我不认为我有多好 我专门找自己不对的地方 对方再不好 我要能屈能忍 直到将其感化 即使我比对方好 也要像王老师说的那样 闲人要甘居愚人之下 这样才能拖起愚人 夫妇之间互相救下 互相往上拖 这样就不会争理 也不会吵架了 两个人的生活境界都提高了 这样的夫妻其乐融融 永远都是幸福的 认自己的不适 如水就下 也正可以生真水 真主主圣 主生直 性生活方面自然没有问题 如果生孩子 也必然是健康的 聪明的宝宝 反之 则生不出真水 不但与性生活无异 反而会伤肾了 这样的夫妇即使生了孩子 你想 孩子是在阴水里泡大的 哪能健康 哪能聪明 夫妻不合者 往往会有外心 甚至有外遇 那就不是夫妇之道 而是淫欲了 夫妻之道是水 夫妻之间生不出真水 那就无水克火 火煮淫欲 火不受克 淫欲就没有制约 像火一样 越烧越旺了 夫妻关系到了 内无真情之水 外有淫欲之火的地步 哪能不分崩雷西呢 所以说 是先有夫妻不合 而后才有性功能障碍啊 在婚姻围城中的人 只因不甘俯首就下 不愿认自己的不是 结果婚也雷了 自己的性功能也出现障碍了 再去寻找幸福也很难 这何苦 全是不明智导致的 水煮智慧 甘居人下就是智慧 当然 不是所有不合的夫妻都会离婚 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 为了事业 为了孩子 离婚也麻烦 于是产生了数不清的怨偶 怨偶就是只有夫妻之名 而无夫妻之情 比这稍好一点的 虽说不至于说要离婚 但也还是会吵架 闹情绪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生活 人总不爽 心烦 生鱼气 于是头发早白 骨骼疏松 皮肤枯燥 肾上的病 下身的病 一触即发 刘老师讲过这样一个病 有个男教师得了一种怪病 生殖器发黑 萎缩 跑了八十多里地 来到刘老家 说也奇怪 他一到刘老家 病就好了 但一回自己家 病就又犯了 刘老对他说 你的病在家得的 你得回家好去 他说 我回家怎么才能好啊 刘说 你呀 你的病我都看出来了 我知道你咋得的 你烦你媳妇啊 这位教师说 我一瞅他就闹心呢 我们俩是父母包办来的 我看他不行 我妈我爹非让我要他 我为了满足老人的心就要了 我心里不痛快 我放学回来 只要瞅着我家烟虫还在冒烟 他还没做好饭 我就端茶远远坐在外面等他 不进屋 我就不愿丑他 一丑他就烦 刘老想 这家伙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 对女人就这德行 我得找两个女的扫扫他 揍他一顿 正好那天 他小姨子去了 小姨子对这位教师说 你这么烦你媳妇 你媳妇在家一天到晚多辛苦啊 喂猪 做饭 产地 全是他的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媳妇 说着 照他的脊梁骨 咔咔就捶他两捶 他就哇哇地吐 吐出来的全是黑血 足足吐满了一个潭鱼 回去之后 瞅着妻子就再也不烦了 他学会了找妻子的好处 能看到妻子的长处了 还有一个例子 一位处长夫人 得的也是尿毒症 很严重 处长陪着他找老刘来了 聊了一阵子之后 刘老说 我知道你这病是怎么得的了 你是官太太啊 但你信不过你丈夫 下班回来晚一会儿 你就不放心是不是 这么一说 同来的他丈夫笑了 的确如此 经过一番开导 处长夫人知道自己错了 丈夫在外面围观 应酬多 自己却对人家总不相信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 终日烦忧 哪能不病啊 于是他哭了 这么一哭 病也好了 从五行上讲 疑心属于阴土 土壳水 加上夫妇属水 夫妻之间有猜疑 不信任 是非常容易引发肾系统的重病的 这些病为什么是慢性的呢 因为它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慢慢得的 而且只要家庭环境不改变 病因就还在不断种下 我们就光用点药 哪里治得好 现在就连厕所里都会出现 专制男科 妇科 性病等的小广告 一些小广播台 一到夜间就全是咨询 前列腺炎的节目 这说明这些病 是现代无数人难言的隐痛啊 既然用药物和手术都不能治 我们何不挖它的命根 很简单 只要夫妻和好 相敬如宾 这些病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 慢慢就能痊愈 永不会再犯了 有人也许要说 这个太难了 我做不到 其实这不还是不肯低头救下吗 秉性如此难移 也正是疾病如此难治的原因 当然 并非所有的腰以下的病 都是夫妻不和 而夫妻不和的 也可能还没有到得病的时候 无论如何 实事处处认自己的不适 是补肾最好的药 希望大家听了上面的话 能和伴侣和睦相处 少点猜忌和指责 多点温情 这也是为自己和家庭 集福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福盛必有衰 和会有别离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